对不起 来晚了 吕总 老谢 对 很精神啊 跟您见面 当然得精神点了 坐 坐 坐 你坐这儿 也好 李总 合同我都看好了 没问题 我把字也签了 来 再看一下 好 老谢 好好干 资金不符 我随时追加 好 李总 有您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太谢谢了 以后 我们都是合伙人了 说话不要这么客气的 不不 我还有个小小的附加条件 希望在签合同之前 你考虑考虑 说 只要我老先能做得到的 您说 我四十五了 不想 事业方面不说做得很大 也算是有些成绩 有 不 我希望今后 咱们不仅仅是 工作上的合伙人 也可以是生活上的 合伙人 你也是单身吧 不如我们两个单身的人 在一起凑一凑 凑 老谢 我不是一个随便的女人 跟您说实话 我也见了很多人 也只有你 是我最满意的 有点突然 那个 余总 您这个小小的附加条件 是必须的吗 我投资了一千万 这个附加条件 很为难吗 那你就先考虑考虑 考虑好了 我们再签合同吧 不用考虑了 不用考虑了 李总 我老谢 还真不置之一千万 你这个岁数 还能值一千万 不错了 你这个岁数还能值一千万 不错了 你这个岁数还能值一千万 不错了 我我没有自己签合同 这一千万给你 你跟他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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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我要 ruins 你一下现在还是单身 我还真考虑考虑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我现在不是单身 我有女朋友 叫那姑娘 您还当真了 老夕 别跟个二十多岁小伙子似的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 人家还能跟你添长地久啊 他不是你说那个人 他那是年轻 头脑简单 现在不觉得 时间长了呢 过两年人家见的世面多了 见的人多了 发现你还是连个屁都没有 人家早晚得跟人跑了 老谢 咱们这个岁数 没时间浪费在感情上 没有事业 什么都是扯淡 咱再退一步行 就算小华愿意嫁给你 过两年再给你生个娃 你拿什么养 作为朋友 友情提示 你可是两个孩子 两个老婆 你养得起吗 如果是我 就先把合同签了 把会所做起来 治愈以后 走一步看一步呗 那不等于骗人吗 不行 这事我干不出来 谢宇光 你能开个饭店 我看也就算到头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底线太高 成不了什么大事 你底线低 那也没看你做多好啊 行 我今天就把话 给你说白了 这次机会 你要把握不住 以后别想了 我不想就不想了 大不了会所我不开了 我也活不下去了 当我什么都没说 你好自为之吧 以后有什么困难 别来找我 你什么都别说了 我绝不会再求你 没看你出来 你还挺有魅力的呀 我一什么都没有 我的老男人 有什么魅力 没有魅力 能值一千万吗 我都听见了 一千万呢 要不你考虑考虑 可 考虑什么呀 考虑 凑凑凑啊 凑凑凑凑凑呗 等把这个会所做起来了 咱俩再私奔 不就是这样特别好 你觉得呢 什么就特 你想什么呢 你想什么呢 我要真跟他凑凑凑凑凑的话 我我就得给他养老了 还跟你私奔呢 你自己奔吧 要是你拒绝他了 我是不是得给你一千万呀 你啊 你啊 你 你 其实你 你给我一一千我就从 一千万到一千 太不值钱了吧 说实话 你给我十块我都从 又这样 我发现这人一点原则都没有 我其实最有原则了 我的原则就是 从来不拿感情做交易 他给你一个亿 他给你一个亿 十亿 一百亿 那我还是 要你的十块钱吧 你 你 你给长点心吧 你 你 你 讨厌 小花 今天回来得这么快 正好 我刚才对了一下账 发现咱们账上有些钱了 算那么准 小钱工资啊 也不是 就是 有什么就说 我来我来我来我 这老谢那个会所呀 咱们能不能帮帮他 他不是有投资吗 是有投资 可是那个投资人有要求 说要跟他成为生活上的拍档 老谢 看不出来他是个 实乃杀手啊 对 所以专门杀我们这种 师奶 是这意思吗 你不是师奶 你是少女 说正经的 老谢会所要是开不起来 他整个人都垮了 咱们 能不能帮帮他呀 老谢那是大商业 就咱们账上那点钱 最多也就是个杯水车薪吧 杯水车薪好过什么都没有嘛 拜托 拜托 行 既然你都开口了 我一会儿就跟你去取 真的 嗯 好哥们太仗义了你 你放放放着我来 你 你现在就去取吧 现在 走 嗯 你很现实 这里面有三百万 你把货所做起来吧 你哪儿来的钱 我就不能有点私房钱 你想她吃光花光的 怎么可能留私房钱 这你就不懂了 留点私房钱 是女人的本能 你放心 这钱来路干净 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也用不着你给人家当生活伴侣 我可听说 你为了找投资都出台了 都这个岁数了 身体吃得香吗 行了 你别多想了 我不是为了你 我是为了我自己和孩子 你一个当爹的 沉淀晃晃悠悠的 一无所成 苗苗以后怎么办 你总不能让她 幼儿园还没有毕业 就辍学吧 小妹 别说这么多了 你就说这钱是哪儿来的 是还不能有 几个有钱的朋友啊 好啊 那你把你那几个 有钱的朋友约出来 我亲自跟他们聊 你怎么那么费劲呢 这钱用得着你就拿着呗 这来路不明的钱 我就不能用 我再说一遍 这个钱来得干干净净 用得着你就留着 用不着 我明天就带着儿子 全世界旅游去 给你花个金光 用完了 还得你还 老池 你最近见丁文晴了吗 怎么了 他今天突然来找我 给了我张银行卡 说里面有三百万 算是借我的 你还没关系 我不知道这钱是哪儿来的 他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他可能是想帮帮你呗 我 我知道 他是想帮我 但这来路不明的钱 我也不能用啊 他把房子给抵押了 老池 丁文晴有时候做事情 真的比你有魄力 来了 你说你是 你赶紧你赶紧把那房子 这个贷款给撤了 手续都办完了 撤不了了 你做事你怎么不想后果呢 那万一我这会所办不下去 怎么办 银行贷款还不上怎么办 你们俩睡马路啊 你现在连生活费都给不了 会所也没有人给你投资 这么下去 这房子早晚要买 我跟你儿子早晚会睡大街 会所能办就办 你不干我办 办不下去我干别的 生活费我再想办啊 你别光说呀 你做呀 谢一光 你老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我是看你现在困难 我就是想办法 想帮你一把 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考虑 你赶紧踏踏实实的 把会所办起来 好吗 好 再说了 这房子也是你买的 大不了你以后挣钱了 再给我跟儿子买新的 再给我跟儿子买新的 你会做什么事 你还会想办啊 再来 谢谢大家